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 当地选民在我国时间下午两点 已经开始做出抉择 为了避免受到本土开票结果影响 法国海外领地已提前一天投票 在已经办理登记的全法国4700万选民中 住在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 瓜德罗普 法属贵亚纳 以及加勒比海马丁尼格等偏远地区的选民 不到100万人 除了海外法属领地 一些美国地区的法国选民 也到大使馆履行公民责任 按照法国大选的规则 首轮投票中得票率超过50%的候选人 将直接当选总统 否则得票率居前的两名候选人 将进入5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 得票多者胜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四名领先的候选人之间 差距非常小 以至于民调机构 不敢贸然预告 哪两位最有可能进入第二轮 法国当地时间 整个星期日夜晚 计票结果会不断出炉 民调初步预测结果 估计会在明天凌晨2点开始公布 MTV7综合报道 字幕参加签 放在明天凌晨2点开始公布 宿休典2点开始公布 入社会不断出炉 入社会不断出炉